冰城光大上个周六发生火警 位于五楼的主题乐园屋顶和天花板之间的加层 在施工期间突然失火 烧毁了天花板和墙壁 起火原因依然不明 今天光大的Top总经理 连同承包商Global Bill私人有限公司常务董事 联合召开记者会 表明火坏不会影响主题乐园的工程进度 目前工程已经完成了八成 该乐园将会在预定的11月底完工 承包商Global Bill公司常务董事 灵极强指出 因为火灾而受损的天花板范围 为20公尺长及3公尺宽 庆幸的是火灾在半个小时里迅速扑灭 光大结构不受影响 目前消防局还在调查光大起火的原因 调查结果将会在12天之后出炉 不过光大当局已经初步排除人为因素 至于实际的损失数额 目前还在估算中 主题乐园将如期在12月8号开幕 NTV7 槟城 采访不到